嗨,你好呀,欢迎来到小瑞的AI观察员频道 祝您今天拥有好心情 刚刚你看到的动画由Film制作 Film Frame Interpellation for Large Motion是一款在两张图片之间插帧生成动画的项目 它的项目演示 它会帮你还原没有记录下来的动态内容 同时还会自动补充画面中缺失的细节 这个项目已经发布有很长时间 那现在结合BreaAI 我们还可以由一张静态单一表情的图片生成一些动态表情图了 来给大家实际操作一下 先打开BreaAI 点击Try AI Studio 注册账户或是使用Google账号登录 你可以在这里进行AI绘画创作 也可以直接上传图片 这里它提供了很多功能 比如使用API进行扩展 增强视觉表达或是丰富产品图片等等 我们点击增强视觉表达 点击Presenters 这里可以更改人物的表情 Appearance外观里可以调节人物的年龄 妆容 发际线等等 某些功能需要图片符合生成条件 还可以改变为预制的一些模型风格 或者生成新的风格 点击上传图片 你也可以对上传的图片进行剧除背景 背景模糊 背景生成等操作 不过超过一定分辨率的图片下载会损失质量 点击Presenters 你就可以对它进行一些创意性的操作了 当然AI创作有时候不会如你想象中那么完美 很棒的一点是 生成的创意图片可以导出为PSD文件 里面还保留了原图的图层 你可以直接在Photoshop里面再做修改 那现在我们来到 Film Frame Interpolation for Large Motion 在Replicate上的demo页面 在这里分别上传两张图片 下面只有一个参数 Times to Interpolate可以调节 这个数字大于一时 我们最终生成的将是帧数为这个数值的平方数加1 帧率为30的动画 我们保持默认值7 点击Submit生成 最终我们得到了这个4秒钟的动画视频 两张非连续性的图片 也可以生成丝滑的动画效果 接下来 小瑞要介绍的是Artflow Artflow前几天升级了新功能 小瑞之前对这家网站做过详细介绍 链接在视频下方会有 升级后 之前的Hero Story英雄故事 变成了Story Studio故事工作室 点开Story Studio 看我做了这么多故事 那这里怎么玩呢 点击New Story 这里有一个故事助手Flow 它会帮我们构思出精彩的故事 你只要告诉它 你想创作一个关于什么的故事就好了 注意 如果你把太具体的故事内容给它 它依然会进行大幅改造 所以 如果想做你自己的故事 要用这里的Video Studio功能 Story Studio 适合你只有一个idea这种情况 比如 帮我创作一个外星人侵犯地球的故事 如你所见 在前期的沟通中 你甚至可以使用中文 它会给出一个故事梗概 如果不喜欢 可以让它重新生成 确定梗概后点击 Proceed with this idea 第二步 它创作出了两个角色 你可以点击文字 后面的钢笔 对角色进行更改 或者点击上面的加号 重新生成角色的形象 这一位角色图像不合格 我们重新生成 好了 确定角色 这一步 它又帮我们生成了镜头画面 以及旁白内容 每个画面有四幅图 你可以选择最理想的一幅 浏览一下 文字图片都可以编辑修改 这几幅图不满意 点击Reimagine 重新生成 依次选择后 确认导出 故事讲的是 小镇上一个普通人 约翰帕克 拥有了超能力 在外星人入侵后 投入战斗 最后牺牲了的故事 故事工作室 目前生成的角色图像质量 相对来说 已经很不错 但具体情节的画面 还有待改进 另外 用五个镜头来讲述一个故事 还远远不够 希望以后可以自定义数量 哦 忘记说 生成故事是免费的 你可以多次尝试 不会花费credits 这也是我喜欢Earthflow的原因 接下来 我们再来跟进一下Runway Gen 2 Runway Gen 2 在视频生成时 多了一个步骤 输入提示词后 它会先为你生成四伏图像 你可以选择一个生成 也可以在看到画面后放弃生成 这对节省credits 是一个好方案 最后 上周 一个名为Zeroscope VR576W的 文本生成视频模型 开源发布 Zeroscope VR576W 基于Modoscope开发 去除了水印 并经过优化 可生成高质量的16比9 视频流畅输出 据说 Zeroscope VR576W 有实力 与Runway Gen 2竞争 官方演示视频 有一定说服力哦 感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点击视频下方链接了解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如果您认为我的视频有趣 或对您有所帮助 希望您能为我点赞 并订阅我的频道 感恩 感谢您的 тоб zaе 感谢您的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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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nte您的观众 那么 好